馬英九到中國大陸記組間交流 目前陸委會主委邱泰山說 陸媒新華社報導 直稱馬英九三個字 令人訝異 然而趙少康就反駁 況且邱泰山自己也有簡略提到 陸媒的習慣用法是不加稱謂 因此不是邱泰山不知道 而是故意想做文章 好 民進黨人士惠名馬英九 讓中華民國消失 但是馬英九在中山寧致詞的第一句 就是民國開頭 特指馬英九後來還對中共官員脫口說出 台灣總統四個字 在人有媒體刻意只報導 思議用前黨主席的頭銜 把馬英九講民國的部分剪掉 想請問民進黨是誰讓中華民國消失 分明是閉著眼睛亂潑髒水 馬英九出訪中國大陸 他望民進黨能夠平常心看待 當作兩岸交流的一環 為了其他人還要更貶低我們的前總統